3 2 1 請剪裁 好 我們中華民國宏信智慧 存得服務中心於今日106年2月9號正式開幕 中華民國宏信智慧在板橋區成立存得服務中心 新北市社會局局長張錦麗也到場參與開幕儀式 除了肯定宏信智慧長期以來 在照顧長者服務這一方面的努力 未來也希望服務中心能夠和銀法俱樂部 以及社區關懷據點串聯 提供市民更好的長者服務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能夠跟我們 紅心智慧能夠加強密切合作 無論是在我們社區的關懷據點 或者是新北市做得非常好的銀法俱樂部 或者是老人共餐等等 希望能夠強化這方面的服務 來加會我們65歲以上的銀法族長輩朋友們 紅心智慧長期以來配合政府單位 推動各項老人福利以及長期照顧服務 這一次在新北市開拓第一個服務中心 要用真誠的赤子之心來照顧長輩 我們希望在純德中心這裡能夠開始拓展我們的社區的服務 我們會以中華民國紅心智慧 這個紅心這兩個字就是代表了赤子之心 那麼用紅心這樣的一種心胸以及態度 那麼來做服務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政府透過結合民間團體以及社區資源 提供在地便利的社區照顧 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 讓長輩以及家屬的生活都可以更安心 中家新聞李家豪板橋報導